大家好,我们上一集视频做完了航钱准备的工作,这一集我们开始进行飞行前准备的工作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Xpilot的终端软件引起来 它是用来把我们的飞行管理器与VitSim网络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程序 我的B站视频里面有一集专门讲这个Xpilot怎么安装 怎么使用,就兴趣的同学,不会的同学直接去看那个视频就可以 这里就不过多的再解释了 现在先给大家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那么这个就是Xpilot,我现在点击连接 点击连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输入的这个靠散 一定要与我们在SimBrief里提交的这个飞行简报里的靠散是一致的 否则的话,这个V网的服务器是无法把你的这个Xpilot的这个终端 与你提交的飞行简报对应上的 你就会显示为没有飞行计划的状态 我们点击这个蓝色的按钮,让它连上 OK,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后台去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 飞行前的准备,因为已经连上了V网 因为已经连上了V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旁边是有其他飞友的飞机的 这个黄色的标签显示的,包括右面的这个汉沙的 都是飞友的飞机 那么大家还会看到这天上有飞机正在降落 这个正在降落的飞机呢,标签是红色的 这个呢是 现实生活中 此时此刻正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真实的航班 这是瑞安的,上面红色的标签呢 就是它的真实的航班号 所以大家知道我现在这个场景里头,黄色的标签是 在微网上飞行的网友 红色的标签的这个飞机呢 则是在现实社会中 在现实世界中正在飞行的这个飞机 正在飞行的真实的航班 那么之所以能够显示这个真实的航班 是因为我这号安装了一个叫做leave traffic的插件 有兴趣的同学,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装这个插件 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 驾驶舱里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接通地面电源和引起源 接通我们的电瓶电源 接通地面电源 然后把我们的灯光调一下 OK,灯光都调好之后呢,我们 应急灯打开 把电量显示 调整到一个是电瓶,一个是地面电源 OK 然后把我们的 液压泵打开 然后把点火开关调整成左侧的 因为上次推行用的是右侧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第一个要检查的项目是我们的 起落架手柄 属于放下的位置 有三个绿灯 头顶上呢 也有三个绿灯 这个是备用的检查 这个备用的检查的这个三个绿灯 防止 这个有绿灯的这个灯泡憋了,让你误以为起落架故障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灌导预备 调整好灌导预备的这两个旋钮之后呢 我们去看我们的这个CDU 我直接给大家供向我这边的这个 比较大的CDU 点击左一 右六 然后 输入 Ico Golf Papa Hotel 然后我们需要的是 先连一下微网,看看我们带的机位是不是没有其他飞机在 如果有的话,我们还需要换个位置 OK,连上 OK,我们在的6号停机位没有其他飞机在,我们就用这个 6号停机位 所以我们就输入 输入6 然后把这个需要我们输入关到这个左标的提示关掉 然后点击 next page 点击左四 击preview page 点击右四 OK 关到输入完了之后呢,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配载的信息 首先呢是 加的油的信息 打开我们的 飞行简报 看到我们的油量信息呢是6872公斤 所以输入 6872公斤 点一下油,让它去加油 然后点payload 点最后一个零 输入122名乘客 点击乘客 回车 点击前货舱 输入0.6吨的600公斤的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与 这个飞行简报 做一下这个 呃 配重的这个对比 呃,我们的payload是11.2 那么 我们的pad上的payload也是11.2 我们的零油重量54.3,我们的零油重量54.3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呃 起飞重量61,起飞重量61,是没有问题的OK 那么这些数据都是正常的 我们执行一下 安全检查问 Safety inspection checklist Surfaces and jobs checked Maintenance status checked Battery Electrical hydraulic pumps Lanigear lever Down Chips library checked Safety inspection checklist complete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向用的检查项 这是灭火瓶压力,这是 这是火警 这个 故障不工作指示灯 这是火警的报警 Overhead Detected 指示灯是亮的 然后是货舱火警 Fireworm的灯也是亮的 查看一下 气楼架手柄正常 检查一下 调看官面板,面火瓶 讨成设备 再次到顶板 测试一下 这个飞行记录仪 测试 这是什么呢 这是超速1 这是超速2 这是施速1 那么在斗杆没有问题 施速2 在斗杆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 测试所有的灯光 看一下所有灯光都是亮的 所有灯光都是亮的 所有灯光都是亮的 灯光都是亮的 OK 自动用门断开和自动驾驶断开的警报灯也都是亮的 OK 氧气面罩的氧气压力 没有问题 不想检测 警报灯响 警报灯亮 警报声响 然后是 近地警告 这个时候我们去打开 这个 VAT SPY看一眼此时在线的 VAT SPY 那么看到VAT SPY呢是 几乎所有的管制都在线 那么我们 取一下这个 我们要离场的这个爱定宝的这个机场 通播 信息 让通播信息呢 取完了复制过来给大家看一眼 来 那么爱定宝 Eidenberg Information Golf 发布时间12点20 使用的跑道是06 Transition Level Flat Level 75 也就是说道杠的时候使用的Transition Level是7500英尺 Surface Wind表面风 070 degrees at 10 knots 方向在030和090 degrees之间变换 这个能见度10公里或更多 To the north 3000 meters scatter 300 feet 这个是云的信息 这应该是少量云的意思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些是云地高的数据 那么下面这个呢是温度18度 露点15度 QNH1009 联系空管的时候要告诉他你的 机场通播的编号和你的飞机类型 那么我们去这个1009呢设置到我们的驾驶舱里 那么我们呢 用这个ND控制面板上的这个旋钮把它调到 1009 大家看到这个 PFT显示器的右下角就是1009 打开航图 打开航图 打开航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爱丁堡机场的这个AirPods 是136 feet 那么我们就取这个纸 加上1000英尺 1100 1100 不让它放大缩小 1100 136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最低均易收回高度 MFRA MFRA 这个其实是地面高度1000英尺 我们把它 把这个旋钮调到这个barrow上 就海平 这个海平面的这个高度 然后呢 这个加上这个机场的海拔高度 也就相当于地面高度1000英尺了 那么设置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咱们的 无线电面板 Squark呢 设成先设成2000 70 OK 那么我们设置一下这个 离场的 管制的频率 Depatcher 在这儿有我们设置一下它 是121.975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 无线电上激活的这种 121.975 是121.975 给大家打开这个 给大家打开这个VAT spy看一眼啊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机场呢是 放行地面 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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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场 也在线 这个 Squartish的这个 区调 也在线 在线 是12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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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tion Edinburgh Delivery cleared Gatwick via the Gosang 1 Delta, Departure, runway 06, Squawk 3-5-1-1 Gosama 1 Delta, Departure, runway 06, Squawk 3-5-1-1, Alchina 9-8-8 Badchina 9-8-8, negative runway 06 Wanway 06, Alchina 9-8-8, Squawk 3-5-1-1 我们设置一下Squawk When you're ready, call 1-2-1-7-5, thanks for service, Bye-bye 设置一下我们的Squawk 3,5,1,1,3,5,1,1,06号跑道起飞,Cosmo 1Delt离场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频率设置到地面去 地面Ground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设置到121.75 就是地面管制的频率上了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做我们的各种的这个飞行间的准备工作 那么我们的这个Squark和Radio面板就设置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把我们的CDU里的飞行程序都设置好 点击U6我打开这个给大家看着 OK大家既然能看到点击U6到了这个界面 然后输入我们的导入的飞行简报的这个名字 MICLECALF KILOKILO点击左2 OK然后输入我们的 MICLECALF KILOKILO点击左2 OK然后输入我们的FIRCHINA9988的呼号 OK那么新的功能 做的上一集是还没有的功能 这一集出现的就是这个 这个航路的这个保存功能 这里面新的功能应该是支持你的一个航路列表 你可以给每个航路起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最长字节数不要超过12个字节就可以的 具体是在哪儿怎么用 我自己也不是这个太清楚 点击左1进入了系统 然后点击rte就是航路的这个按钮 那么这里面有一条我受动输入的航路 点击lex能看到它的这个 航路的内容很短 那么在这个root的这个界面里呢 作私就是包存 点击作私 入入一个名称 这回呢我就不加横杠了 然后呢 点击左2 把这个名称 设置好 这时候呢 左4就由保存变成确认保存 如果我们不保存 就点左5 看守掉 如果点保存 就点左4 confirm save 那么这个航路就被保存了 那么保存完的航路从哪能看到呢 点击 看看啊 点击index 然后点击 右1 这个navidate 然后点击右3 就做flight plans 飞行计划 那么我们保存的飞行计划都在这里边 我这里面一共有4页 我们翻页 就会找到 这是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 那么这个保存计划 如果我们要用的话 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西亚图到这个la1的 那么我们就点这个左4 它就被复制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 这个航路的这个页面 点击左2 它就被输入进来 我们只要一确认 那么我们备份的这个航路就被激活了 这时候我们点击LAX看到的航路就是从西亚图飞这个洛杉矶的 那么这个就是保存功能的用法 那么设置好了这个输入这个航路的信息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点击右6 激活它 点击excus的按钮 这个被降机场的这个也是信出来的 印象中是没有的一切 接下来我们点击LAX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航路的情况 把断电连上 OK那么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去到迪帕车里面 追一下离港的跑道 先把程序改成这个 然后把跑道改成这个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离场的跑道改好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到达到达呢 是26LEFT 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看的应该使用自由ATRITE 使用的是VLOAD的这个固度程序 执行一下 我们到了天上之后 我们连进伦敦的时候 我们还会看伦敦机场的通波 如果有变化 我们再改这里 然后我们再次看这个LAX 重新把短电连一下 OK 翻到第一 好 回到驾驶舱里来 我们呢 把这个旋钮调到plan上 然后呢 我们点击右6 看一下我们的航路 是不是跟我们预计的一样 对没有错 也没有断电 OK 那么这次呢 我们就把这个航路数据设置好了 然后点击这个 回到这个航路的页面Route 然后点击右6 Preferences Initial 点击左1 取出来重量的数据 然后我们输入我们的备用油量 这时候就再次打开我们的飞行简报 找到我们的用油的这个信息 找到我们的这个备用燃油 2.6吨 点击左4 我们的冰计指数是这个75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输入75 我们的巡航高度25000英尺 输入250 我们的Cruise Wind 输入我们的平均风量数据 207 207 16吨 我们的IIS A deviation是零上七度 输入7 那么执行 然后是N1 limit 点击左1 取出来室外温度 然后输入一个这个灵活温度 也叫假定温度 然后我们的起飞设置 就用它推荐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右6 是起飞 使用5度近义 标准的5度近义起飞 点击左2 取出来中心和这个配重的数值 配重的单位 中心是23.1 配重是4.75 这时候我们就到驾驶厂里去看一眼 我们的中心23.1 没错 我们的配重4.75 大约的位置也没有错 OK 点下1 输入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叫做跑道峰 那么跑道峰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surface wind 就是这个surface wind 070 degrees at 10 knots 跑道峰是从航图上就能看到是 061 给大家看一下航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06号跑道底下写着呢 061 degrees 这是它的次航向 那么输入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preview preview 回到前一页 点击U1 U2 U3 增加三个V speed 那么其中V2的speed是142 所以我们就把它设置到我们的MCP面板上 回到驾驶舱里 回到驾驶舱里 142 就是这个数据 142 OK 这就设置好了 那么在设置好这个之后呢 我们的CDU里的FMC的这个数据就都设置完了 最后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的重量数据 这个降落重量也出来了 降落中心也显示出来的是绿色的这个十字 是在绿色行间以下 在20%到23%之间 OK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是地面服务 加油已经完了 其他的地面服务开始进行 地面服务让他先坐着 我们继续设置我们后面的 把飞行指引打开 然后把高度射到两万五千英尺的巡航高度 我们用的是DELTA 用的是COSMA-1 DELTA离场 所以我们的这个 跑道的这个好像是061 我们把左边的这个也调到061 把左边的这个设备调到ADF 这用仪表做测试调到ADF 然后我们的这个ADF设备的频率调到368 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航图 大家能看到我们的航图 前面一集视频已经给大家解识过 解读过航图了 我们用的是这个从这个方向起飞 这样绕圈是COSMA-1 DELTA 所以我们一起飞的这个航向是这个 Uniform Whisky 这个NDB的这个对应的炮道的这个061的这个方位 然后呢是这个达到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的时候 就左转044degrees 然后当飞到距离这个Dimi Tai 也就是这个 India Victor Gulf这个Dimi Tai 三海里的时候左转 然后去截获什么呢 去截获远处的一个叫做Golf Oscar Whisky的VR Dimi Tai的这个 镜向线077degrees 加180度之后就是257degrees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呢 刚才把左侧的辅助导航设的是这个NDB 那么它的频率就是368 所以在ADF设备上设的就是这个368 那么我们把右侧的辅助导航设成这个Golf Oscar Whisky的这个频率115.9 这个方位是077 这个read out是077 好的 我们现在回到驾驶汤里 115 115.4 然后激活 115.4 OK 激活 回到上头来 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右侧用的是VOR 左侧用的是ADF 左侧的这个NDB已经识别到了 是Uniform Whisky 右侧的这个VOR呢 这个Golf Oscar Whisky呢 还识别不到 因为它太远了 配到天上才能识别到 OK 那么这个就设置好了 我们把这边呢 调成 077的这个倾向线的这个范围 那么这样就可以辅助我们导航这两个设备 接下来呢 我们把顶板的设置都拉一下 现在是结束地面服务 开始旅客登机 打开一套Dumper 打开我们的油泵 前面两个油泵 中央油箱的油泵不用开 是因为中央油箱我们没有油 明亮 暗亮明亮 电池供电 地面供电 这是安全带境是灯 组员的通知的灯 打开风道 加温 打开TreeMine 打开空调 我们的巡航高度的插压 这个指示器是 设置在了我们的巡航高度 这个25,000上 那么目标机场的这个 这个Land Attitude的目标机场的着陆式的这个插压指示器是200英尺 大家看一下航图 看一下我们的目标机场的航图 目标机场的航图呢 正好明确写着它的这个Airport Elevation是203ft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设置为这个200英尺就可以了 它是50英尺一档 上面呢 把这个位置灯打开Steady的状态 长亮的状态 然后我们把自动刹车设置好RTO 然后把 这是这个燃油的流量指示把它清零 那么往上一波 这个中间的这个显示器 正好就会显示清零了 清零之后再记录的燃油消耗才是准确的 OK 那么这个也设置好了 把这个表调到UTC 这样呢可以给我们一会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做一个运转时长的计时 那么我们基本上要设置到这就都设置完了 我们去启动我们的APU OK 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 叫做before start to the line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to the line 什么叫before the line 这是因为这个检查单是两部分 在一张纸上列着这个检查单 这个检查单呢分上下两部分中间有一条横线 那么现在我们执行的是横线以上的 所以叫before start to the line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么执行完这个 结果我们一会还会再执行横线以下的那个部分 就叫before start to the line 那么现在是执行到了燃油检查这一项 燃油检查呢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燃油数据在这里是已经装载完的 6,870kg Kg loaded and 6,200kg needed 张一下 张冰 转账列车 转账列车 转账车 减 转账车 转账转账车 转账车 转账车 Dow, Detect, Forking Brake, Set, Stuntrim, Cutout, Which is Normal, Wheel Well Fire Warning, Check, Radius, Radar and Transponder Radius, Radar and Transponder are reset to Ground Frequency and Transponder is 3511 Standby Mode Set and Standby, Brother and Hazard rims, 3 and 0, Takeoff Breathing We just used Gossamer 1 Delta departure, Discussed, Complete, Takeoff page for pilot flight and Lex page for pilot monitor, Set N1 and IIS Bugs, N1 and IIS Auto, V-Speed Set, Stuntrim, Set, Performance Weight and Balance Performance Weight and Balance used 95.3% of N1 and V-Speed 30, 33, 42 and already set, MCP speed, Weight and Balance already checked Checked, EFB, Airplane Mode installed, Phones, Off, Flight Deck Windows and Lock the Door Not again 關門 乘客登機完成,做一個登機逛播 關閉我們駕駛艙門 OK, Before starting 那麼現在呢,我們的APU也啟動完了,我們去啟動APU供電 打開APU bleed 地面呢,我們斷開地墊,清除輪檔,斷開地面引起源 要求推特的連接 先連接 我們左側的飛機正在推出 握一下 十分之間 先拉了 在跑 需要衝進 離線 只要由 往大 往大 好,所有樓盤和樓盤都閉嘴了,准备在接鞋 Edinburgh行动,27号,Foxtra,Live you,CharlieCring 把我们的航图调到爱丁堡机场的地面图 看看后面这架飞机出去了吗 还没有,那估计我们可能还在等待 我们联系一下灌制,看看灌制怎么说 Admigo Ground, Good Afternoon, AirChina 988 Alt Stand 6, Request Push Back and Engine Start AirChina 988, Hello from Edinburgh Ground Push and Start through Stand 6, Can you push back to Echo 2, please? Push Back and Start up Approve, Push Back to Echo 2, AirChina 988 psychological匿计划 何号码计划 你寻找到顾客 何号码计划 他的帮助 我们将让他们试试的关系 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